現在我們就來示範食物好了 然後要如何蓋上 首先我們就按壓四個對角 這邊按下去 再換這個視角 按下去 然後你就會聽到這個很明顯的聲音 接著 接著檢查這個邊緣 OK就完成 接著我們來示範如何把它打開 那打開的部分啊 就是我們的三隻手指頭頂在這 然後大拇指按壓在這 然後這邊有開蓋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把這裡頂著然後往上拉 檢查這個邊緣 雖然掉下來之後 有稍微的斷開來 但其他都還蠻完好的 有沒有 所以假設在外申的途中它有掉落 食物是不會露出來 但是你也可以知道說 它在過程中有發生危險 然後它是不停的 就要很適合 作詐欺人 開來 有的 不是 有的 就是 有的 是 又是 有的 那 感谢观看